嘉義縣長翁張良與新男主廚邱寶郎 共同示範用肥美鮮美的東石科 做成涼拌鮮科 現場也展示嘉義溯源牡蠣 與業者推出的聯名商品 包括東石科卷 酥炸鮮科和科炒蛋等美食 提供大家品嘗 田辣就是新鮮 超肥美的 所以說這是海中的牛奶 它就有生產粒粒的 平常大家就喜歡吃湯姐和 那縣政府有辦活動的時候 大家更要把握機會 有28家我們的業者 那你只要參加活動 你就有機會摸彩 嘉義縣的海岸線 全長有41.5公里 在外海有漂移國土 外山頂舟成為天然屏障 海水純淨未受污染 非常適合養殖牡蠣 每年生產量8521公噸 是全國最大的牡蠣產地 可以說是蚵仔的故鄉 台灣最初培沒蚵仔 就是來煮我們家裡的冬車 蚵仔給我們台灣創造很高的 一個水產品的產值 就是我們等到這裡 降臺灣的49% 我們在地的牡蠣 已經有90%來申請牡蠣壽源 創造了嘉義牡蠣 東石科等等的品牌出來 跟進口來做氣格 那見別出來以後 醫院署跟衛務部 會做不定級的抽搭 嘉義縣府積極輔導科農 加入溯源體系 提升民眾對於國產牡蠣的信賴 及安心使用 中秋節快到了 縣長翁張良也邀民眾到嘉義 品嘗肥美的鮮科 用行動支持在地辛苦的科農 新唐雅臺電視劉彥勳芳雅嫻 臺灣嘉義採訪報導